我们是凡夫 难免做错 不怕做错 因为怕也是错 不怕还要犯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错了呢 怕什么 怕不承认 怕不敢承认 怕不肯改 错了只要一承认一忏悔 人都有良心的 你一改 人家就原谅你 原谅你一大半 他要气消了就彻底原谅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有的时候之所以 会末法时期斗争监控 就谁也不认错 错了也不承认 我错了 你还错了 你错的比我还多呢 我那就完了 你老揪着对方的错 你也有错 他揪着你 你揪着他 那就永远没有办法 你看阿弥陀佛 有没有揪我们的错 不放 称我名号 来生我国 也没靠你 你要这样这样再念佛才灵 那样那样才来接 只要你要愿生我的净土 念阿弥陀佛 念他的佛号名号 阿弥陀佛就接你 阿弥陀佛是最理解我们 我们做的一切错事 造的一切的业 阿弥陀佛早就知道 也别逼着我们改 为什么呢 越逼啊 不但不改还跑了 就不断地召唤 来生我国 我们又造了那个业 来生我国 然后我们又造另外一个业 来生我国 你看阿弥陀佛就来生我国 我们不是 你要改这个 你怎么又那样了 你又没有那样了 你看我们就跟人对立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以后 就看到谁有问题了 来生我国 你不要去揪他的错 很难改的 他错能不严重就不错了 以后大家 我们凡夫都有过时 我们就想 阿弥陀佛多伟大 知道我们 不停地造业 不停地犯错 黄金碧 昼夜长垂 只要你一回头 一念回光而遗忘